醫生斷定說他自閉 我哭了一年 他就覺得生命怎麼是這樣呢 整個人生都覺得很灰暗 以前就是沒辦法跟他溝通 你知道一直要求他 那個要求人家的心很重 這幾年來我改變很多 要求別人的心態我都放下來 現在可以跟彥勳相處 他一直在發心想說 要把他的故事 現身說法給大家聽